現在要上的東西叫結理 在課本上幾乎沒有內容 就告訴你一句話 嚴懲受力破裂叫做結理 嚴懲受力斷裂而沒有錯動 錯動就是相對移動 這種叫做結理 一條裂縫就是一個結理 像這個圖上面 每一條裂縫就是一條結理 每一條裂縫就是一條結理 你看得見的每一個裂縫就是一條結理 嚴懲受力產生破裂 破裂而沒有錯動 這稱之為所謂的結理 結理面通常會是平面 它也可能是彎彎的 然後呢 它可能會破很多條 大致平行的就稱為一組 大致平行的就稱為一組 它可能會有兩組 或三組 那主跟主之間就會有個假角 就有個角度 就有個角度 OK 這上面有幾組 這個豆腐還有幾組結理 這有幾組結理 兩組 哪兩組 直的一組 橫的一組 看到嗎 直的一組橫的一組 所以這是豆腐鹽 切割 因為它的結理有破裂 直的橫的 海水灌進來 輕蝕作用變強 變成一塊一塊一塊的 所以豆腐鹽 豆腐鹽 OK 好 這是我們跟各位講過的 玄武員的特徵 它冷卻的時候會收縮 然後變成一個六角形柱狀結理 收縮變成一個六角形柱狀結理 柱狀結理 好 看著它的圖 看著它的圖 好 當晚要問問題 我們講過了 這兩個念起來都一樣 叫結理跟結理 哪裡不一樣 我說它有很多不一樣對不對 掌握重點不一樣 破的玩意的不一樣 上面這個結理 就是現在教的這個結理 誰破裂 上面這個結理誰破裂 誰是什麼東西破裂 岩石 下面是誰破裂 礦物 所以上面是岩石破裂 下面是礦物破裂 礦物破裂 可以嗎 好 來問問題 六角形柱狀結理有幾組 大致平行叫一組 大致平行叫一組 六角形柱狀結理會有幾組 六角形柱狀結理有幾組 來 平車戰界混有幾組 來 大致平行叫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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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他的圖喔 看清楚他的圖喔 看他的圖 應該找女生對不對 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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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組 幾組 他有人說三有人說四 不知道三還是四 蛤 你幾組 你的有幾組 四組 請坐 你猜對了 四組 好 你猜的是對的 四組結理 為什麼是四組 為什麼是四組 六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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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 一組 大致平行 一組 兩組 大致平行 三組 還有在哪裡 還有在哪裡 這個 一四組 就這邊這個 四組 所以總共有幾組 四組結理 六角形 柱狀結理 總共有四組 OK嗎 好很簡單 課本沒有那麼多 有一句話 延時破裂叫做 結理就沒有了 我多說了一些 讓你能夠理解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